層層的紅色鳥居鋪展蓋來, 如同金閣寺一般的高樓吹在漫天星光之下, 鋪滿塔納米的房屋裏掛著浮飾繪, 沉默的佛像, 雲滿屋子的燭火。 這些充滿著日本文化特色的符號, 在這款遊戲裏腐蝕皆是。 你以為這是壹款日本人做的遊戲? 不,這是壹款比日本人更愛日本文化的美國遊戲。 上世紀第一人稱暴力射擊遊戲《杜姆》發售後, 歐美的射擊遊戲圈裏幾乎所有的遊戲都採用了與杜姆相似的射擊風格, 這壹類的遊戲統稱為《杜姆納克》。 但想也知道,這類遊戲如果不能反超就會被反食, 整個九十年代的第一人稱射擊類遊戲幾乎都是以洋骨的方式來互相碾壓的, 也正是如此到了如今, 妳很少能夠再看到《杜姆納克》模式的遊戲了, 活下來的遊戲基本上都逐漸走出了壹條自己的射擊遊戲的道路。 比如我們常見的《光環》系列《已深邃的故事》, 良好的射擊手感來體現自己的價值。 比如我們常見的COD系列, 或以歷史戰爭,或以未來戰爭為模板, 把玩家速造成鐵打的士兵參與到戰役故事當中, 讓妳在槍林彈雨裏貼定士兵的體驗。 再比如我們這壹期所要說的遊戲《影子武士》, 它靠的是啥呢? 它靠的是從頭到尾的日本元素——神魔元素—— 朋克元素與最重要的不必元素。 最初的影子武士 1997年《影子武士》發售了自己的第壹個DOT版本。 這個版本雖然是最初版, 但是妳能夠看到很多遺留下來的特色, 比如說飛鏢,雙槍,日本刀等等。 在當初的那個年代,由於受到畫面機能的限制, 對場景的構建十分的吃力, 於是更多的是直接體現在戰鬥的視覺衝擊。 這也就是為啥那時的遊戲,不論是杜姆、毀滅公爵、英雄薩姆 還是咱們說的影子武士, 都是如此血腥暴力的原因, 整個屏幕都跟塗了三切匠壹樣, 因為那個時候的畫面很難清晰化地表達, 所以就必須要誇張壹些。 用好理解的方式就是末片時代的人物的表演, 總是要肢體誇張,臉不誇張的, 否則就不容易被觀眾注意。 於是到了2013年, 這個遊戲用了現代的3D技術完全重製了壹個版本, 在這個版本重新構建了當初的想法, 新版本的影子武士充分體驗出來了主角的戲劇。 主角這個人吧,屬於壹個不著調的二六子, 特別喜歡漫畫, 整天幻想自己能夠成為忍者, 來個影分身,色遊樹啥的。 但是吧,他的本質卻是個殺手, 殺手嘛,大家都知道, 妳要麽是冷酷,要麽是沉默, 總之妳是不能太開朗,這不符合人設。 但主角卻特別化了,什麽時候都塑化不斷, 因此這個遊戲玩起來就特別的痛快, 沒人跟妳鬧嗑,主角就自己跟自己鬧嗑。 別的遊戲妳要說我腳踢士官長全大都不蓋, 人家會認為妳不知好歹, 但在這個充滿細血元素的遊戲裏, 妳會覺得還蠻有趣。 就如同主角為啥會是光頭呢? 因為他認為, 如果我是壹個遊戲或者漫畫的主角的話, 主角都得有壹個光頭。 這個時候我就突然想起來了, 比如殺手裏的殺手47, 比如戰神裏的奎爺, 比如熊出沒裏的光頭牆, 比如壹旋朝人裏的奇雨。 這麽壹想, 在硬派作品裏, 光頭的出鏡力還是挺高的。 遊戲的特色 幾年前重啟的杜姆, 在尊神的設計下加入了更多的瞬移, 切香與屬性攻擊,讓人野花繞亂。 而影子武士在重啟之後依舊是沿用了自己的特色, 就是爽快的殺敵, 變成花樣的殺敵, 怎麽爽快怎麽來。 因此整個遊戲充滿了BG片裏的番茄醬, 斷織系統跟各種各樣的爆炸。 上世紀的美國, 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 以至於他們的文化作品裏有著大量的日本元素, 比如十分出名的沙斯比爾裏的各種武士刀對戰的場景。 影子武士在這個方面也同樣繼承了這個元素。 在最開始, 妳看到的黑幫豪宅就是名副其實的日本展景, 妳甚至在這裏還能看到兵馬俑的出現。 日本元素裏總是會帶著壹些莫名其妙的中國元素, 比如沙斯比爾裏, 女主角拜師的人就是中國的師父。 影子武士第一部裏出現的夥伴也同樣是壹個帶著日本面具的惡魔, 就像所有具備日本元素的美國作品, 壹般神秘的東方都要有壹個牛逼的大師。 就如同《忍者神龜》裏, 四個烏龜是忍者, 他們共同擁有壹個自己的大師——老鼠。 在影子武士裏, 妳也能夠看到從天斷地的大師。 當然就如同很多作品裏, 大師都是不出手的, 他們只會安排任務給妳做。 個性的技能與武器, 我特別喜歡遊戲裏的各種技能。 在第壹代裏, 它沒有採用我們常見的技能術的展現方式, 而是通過了獨具特色的日本服飾會。 根據妳選擇的技能不同, 它會逐漸把整個服飾會填上對應的顏色。 同樣的, 個人的能力的升級中, 製作者也採用了紋身的方式來進行塗裝, 妳每次升級壹個地方, 身上的紋身就會填充壹個地方。 日本黑道的紋身在這個遊戲裏以十分有趣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這幾種表現方式真的是驚訝到我了, 給我的感受就是這個遊戲是真的有家法, 雖然狐逼的地方很多, 但是也有認真對待的地方。 他們是真愛日本文化, 花著心思地把日本元素融入到整個遊戲的方方面面。 作為壹個想要成為忍者的主角, 我們自然有壹些特殊的能力, 比如妳可以隱身, 也可以使用衝擊波, 武士刀也有自己對應的技能, 妳可以蓄力前置, 擊殺前面的敵人, 也可以旋轉壹圈把周圍的敵人壹起殺死, 甚至可以釋放出來劍氣。 這款遊戲就如同音樂裏的搖滾樂, 戲穴裏帶著暴躁的生猛, 於是影子武士裏自然是具備了各種爆炸, 常見的有各種屬性的爆炸筒在這個遊戲裏隨處可見, 著火的, 凍成冰的, 或者說是有毒的。 除此之外, 遊戲裏幾乎帶電的東西都能夠放生爆炸, 比如說汽車, 比如說街機, 比如說自動售賣機。 尤其是有一關在日本的花街之類的場所, 妳甚至可以打出來煙花, 讓整個節日的氣氛拉滿。 在過年期間,如果妳想找壹款不費腦筋, 熱熱鬧鬧並且可以不停開箱凸凸凸, 主角還會畫牢個眉毛, 讓妳們有壹絲寂寞、全程歡樂的遊戲的話, 這款影子武士的一與二妳可以考慮壹下。 三代在2022年也會出, 如果妳玩的一與二感到十分喜歡的話, 不妨也關注壹下三代。 地設的新年期間在此題目上舉行了新春優惠, 裏面不光有影子武士這類有趣的遊戲, 壹些這幾年優質的獨立小遊戲也會在期間發售, 感興趣的話不妨關注壹下。 我是狗哥,感謝妳的觀看, 祝大家新年快樂,呼呼聲音, 掰掰了。